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辛琪呢他是一个霸道总裁 但是他没有其他的那些霸道总裁那么的霸道 他的这个霸呢是爸爸的霸 然后在据前半部分呢 他就展现了一副很刁钻的嘴脸 但是后面一半的时候呢 他又跟孩子玩的时候 他又是特别可爱 特别幼稚的 分别用一个词开阔一下 两个人的重逢再相处和解决 先说他们重逢是吧 啼笑皆非 中间 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 最后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这次其实辛琪他也是一个霸总的人社 他和上一次的两个人 二大的时候的霸总相比差别在哪 我觉得他以前演那个尹思成的时候啊 他说那些霸总台词他还是有羞耻心的 但是这一部我觉得他已经融入了 就是融合了 说出来非常自然 就是浑然一提 他已经就是完全掌握了这个霸道的精髓了 业务能力进步了 对 业务能力进步了 还有就是可能因为这一部有了一个小崽子小娃 然后呢就会把整个人这个霸总很坚硬的棱角破一破 就会显得他整个人更加可爱一些 王小的人和缅快他们俩有什么相同的不同意义 你们所看到的女后的性格就是他的性格 不是的 我有加工 好 然后不同可能他没有这么高智IT 对 我是学艺术的 我没有接触过理工的这方面 还记得你们俩人冲刺建议的成绩是什么 第一次可能是什么 就是昨天空城啊 你年轻了吗 开机宴 是维独还是开机宴 哦不对 维独 那是维独 维独剧本的时候 维独 哎 开机宴我记得有一次 你坐在我左边 难道人说不熟 就加上微信之后也没有就是发过微信 没有聊过天 就也没有想过能打第二次还可以演情 都没想过打第三次 对 还没想到有啊 因为第一次九州三州 他是要刺杀我 然后最后被我反杀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二大三大 我就来还债 他三大之后现在对抗的印象是什么 有什么刻板的固定印象 就是戏挺好的男的 戏挺好一句 戏挺好一句 那在拍一句我的喜欢时 你们两个人最有默契的一场戏 戏挺好的戏 默契 我这没想起不太听了默契了 上来就演了他就 这够默契吧 对啊 人家男女主进口可能还需要一支磨合机呢 那有没有你们两个人之间专属的那种默契 每一场都是这样 每一场都很有默契 手就顶一下 就这种默契 这么熟的话其实还是好处 也有弊端法 那有到哪场去 因为看手段拍起来比较难 没有啊 我们是专业的 没有啊 我觉得整个拍摄过程还是挺顺 基本上是 对 基本上我们走戏的时候会把 因为很多那种尾戏什么的吧 我们一开始就会Q一下流程 包括偶像剧里的那些桥段 我们已经很熟练了 就大概讲 大家讲一下就懂 就开始拍就OK就过了 很顺利 拍这部戏的时候最过瘾 最过瘾 最过瘾 手的场 手的场景点都不过瘾 手的场景点热 手的场景点热 我觉得应该上了 划船吧 有一场我们在那个 码头上面 这样拍的是我们五年前 两个人热恋期间去玩 就有一个那种小 小竹 那叫什么呢 小批发艇 小批发艇 然后我们两个坐在上面 他们拍航拍 我们就在中间自己滑 然后然后互相泼水 那玩的还挺开心的 那这次是三口之家 就是合作下来 有没有什么新的火花 新的火花 就在于小朋友身上 和小朋友的合作 会怎么磨合这个问题 诱惑他 勾打他 用他的 软肋 对 用他喜欢吃的东西 用他喜欢玩的东西 给他各种期望 当然我们不是画饼心 新选手 要拿那种奥特曼的小卡片 去诱惑他 比如说你今天表现很好 我就给你两张你爱的小卡片 这个样子 你们俩现在萌娃那 圆圆比较好吗 都还挺好的 萌娃 她是一个情商高手 她跟我们起个 都是一碗水端品 对 萌娃不仅跟我们 跟距离其他的所有人 关系都很好 最特别的甜 那饰演爸爸妈妈这个角色 给你们有带来什么不同的比赛吗 确实是挺累的 我觉得带娃真的会 有的时候想给她更多的爱吧 然后又怕溺爱 然后有时候她做错的时候 你又要严厉 但是又狠不下这个心 我觉得其实挺难的 特别是我们这种很年轻的 这个爸妈的话 确实我觉得有一点难 不过这个戏确实学了不少纪念 比如如何跟小孩共同 那能不能预测一下 给我的习惯里面的名场面 这玩意预测不是吧 名场面是大家喜欢的 你预测 你不是等于预测 大家喜欢看什么 我要有这种能力 我都常常也拍名场面 你喜欢身体厂 我喜欢身体厂 我喜欢身体厂 你没说你特喜欢 确实挺多的 你觉得是有点问题 就给这个体厂 就是说词吧 带娃是一件痛苦 快乐并存的一段旅程 王佑文王子齐情思大 那平时在天场的年轻人 现在一块大家都做点什么玩意 我们会玩游戏 就是玩那个一个人在心里面想一个人 然后大家一群不断地提问题缩小范围 然后猜个人是什么 因为我们直播刚时候也玩了一下 但是范围比较小 然后我们在空闲的时候 我们的范围会比较大 就可以就是所有人 谁视频就好 这个不用置疑 就是非常 他的脑红度发散性思维特别强 谁关于是那种相对弱一点的 全转吧 他毕竟年龄小 谁还没玩 是吧 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网歌还可以 中等 网歌中等 其实其实除了理想 其他人大家的视频都差 都差 现在互相给对方有一些被诱是什么 没有 王子齐 我们从1819年认识的时候 应该就是这个备注了 就没有改 他平时现在生活中交流比较多吗 还好 除去这个最近聚宣期吧 聚宣期间交流的比较多 就是聊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平时可能就问一问 最近拍什么呢 什么时候发青 沙漫 随北精美 随北精美 在横店部 再能透露一下最近的两家结果 他说我这个视频里头脸很臭 他要不要往外放 要不要往外放 他说我觉得挺好的 我说我觉得我就是主打一个富货 然后他就OK吧 那就发 然后就这样 你听三张的默契吧 然后给你帮选一个送礼物 送礼物 水瓶座 送你个水瓶座 什么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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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2月底 2月底 2月白 白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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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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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水瓶座 你不是水瓶座 你不用怎么看看 我也记不记得这种情统 然而 王子齐实际的星座是 送王姐一个拼图罐 我想送王姐拼图 图不图形不准 主要是玩拼图 能搞多少块 搞多少块 有王姐是一个比较宅的一个 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 弄个拼图 打发打发时间 对 拼图积木 确实送到了我的心卡上 送王哥游戏盘 游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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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的谁 你喜欢吗 不喜欢 游戏盘是什么东西 就是PS5的游戏 游戏盘 游戏盘还是个游戏少年的 对 他现在玩啥 我不知道他想送套茶具 送套珠子给你拍 送套核桃 这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 竟然是这个走向 那后面的作品品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试验的角色类型 或者是试验想试验去看 我其实这两天也在考虑这问题 最近有点小迷茫 不知道演啥 最近有个导演 我们在聊 他有一个空军 然后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题材 演务名 空军 对 我有点想演 医生富士雷 如果只能用动物给对方写一个微信备注明 会给他的 戏什么 preguntrose 小虫 187 谢谢 小虫 小虫鼻子是这样的吗 Brr10 817 穹鼻子是这样的吗 不是小熊 啥聲鼻子是 그렇게洗脑的 不是 Это小熊的耳朵 猪大耳朵是这样子 猪大耳朵是这样子 这是熊啊 不是猪啊 熊 如果你们两个人有四大的机会 然后给你们两个人安排一下 你的人物设定和场景 这个环节可能需要两个小时 我突然想到一步 我特别 哎呦 别搬我画 等我练一练 我再给你们画进去 二千年之后 如大家所见 这一个漂亮的美女就是我 我一个超级大明星 然后非常美 然后她就是我粉丝中的一个 我给她描出了一下 方便大家找到她 这个字就是龟 然后大家应该 应该能看出来她是孙悟空 其龙珠里的孙悟空 然后 王姐 王姐就是 我在干什么 金斗云上 然后跳舞 就是我们俩什么样的人物关系啊 对 什么样的关系 这样的意思 确定 没想好 就是她盖世英雄 然后我 火柴人 不是 在金斗云上面 跳舞 对 跳舞 跳舞 在金斗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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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斗云上